哈囉大家好,我是純陽 今天要聊的是一款發生在台灣40年代的悲傷小故事 犧牲 40年代的台灣你對於這段歷史熟悉嗎? 這個時期的台灣其實正處在一個相當尷尬的階段 日本政府結束對台灣的統治 並由國民政府接管台灣 在這個時期還發生過一段相當著名的流血事件 那就是228事件 犧牲以這項歷史作為遊戲背景 敘述一段悲傷的小故事 犧牲是一位在40年代台灣生活的小男孩 為了尋找弟弟牧生外出 跟著犧牲的腳步揭開事件的真相 這個時期的台灣剛結束被日本的統治 遊戲中不時的可以聽見台語假代日文的對話 先來找腳踏 走腳在另外一邊 配音相當的棒 透過配音你可以簡易區分出民眾 以及國民軍官的差異 本作在Steam的標籤上有標示恐怖標籤 老實說遊戲一點也不恐怖 沒有Drum Scale 解謎難度也相當容易 幾乎完全沒有卡關的問題 害怕玩恐怖遊戲的人完全不必擔心 你完全不會被本作嚇到 相反的 你可以藉此專心體驗犧牲的故事 故事在表達上相當的隱晦 如果對於台灣歷史不了解遊玩後 會有茫然的感覺 本作有雙結局 收起筆記線索和照片碎片就能觸發真結局 個人建議玩到真結局再封印遊戲 有不少人只玩一週目一般結局就封印遊戲 蠻可喜的 真結局的感受比一般結局要強烈許多 對於戲身的狀況也會有全盤的了解 沒有看過 真的蠻可喜的 筆記是本作最大的工程 由於劇情動畫相當的零碎且片面 想了解來龍驅蠻 勢必是需要透過筆記去補足的 戲身和牧生的狀況 在筆記中都有被陳述到 筆記幫我填補腦內的空白片段 照片的碎片其實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不管你有無察覺這些端倪 他們都會在真結局被演出來 本作的BUG非常多 個人遇到的是卡墊的問題 不分地點台詞效能導致影像有些微破圖感 遊戲本身沒有提供畫質解析的選擇 索性電腦還撐得準 還算順利了玩了兩週目 戲身目前在Steam是褒貶不一的評價 奇妙是給予負評的大多來自簡體中文的評價 評價的內容幾乎都跟遊戲無關 可憐的製作團隊 因為遊戲內的題材 戲身被染上政治色彩 換來的是莫須有的褒貶不一 他不該這樣被對待的 以學生作品來說 戲身是一款中規中矩的小品遊戲 我把它歸類在普通以上加作未滿 個人建議遊戲可以增加個Steam的成就 藉此事宜整結局的存在 不少人只玩一週目就氣坑蠻可惜的 如果你對台灣40年代的歷史有興趣 不妨可以玩玩看戲聲 別崩潰就是了 我是純牙,喜歡今天的遊戲嗎? 不論喜不喜歡留個言告訴我吧 那我們下部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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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